公管大门也被锁了起来 报警处理后 房东依然是百般刁难 而合作协议规定 不能履行合同的一方 需提前一个月提出申请 并立即采取补救减损措施 由双方协商决定 是否解除合作协议 现在房东的行为 严重违背协议 甚至委托第三方 向李先生递交书面通知 要求李先生在七日内 全部搬离经营场所 否则所有损失自行承担 他这种通知函呢 就是说他是一种单方 这个强制性 要求解除合同一种行为 就是他这种行为 已经构成了违约 那么对这个陈出方 就是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陈出方是可以 像通过诉讼途径 要求他承担违约责任 非常损失的 也就是说 不管门面被收回后的装修损失 还是因为停水停电 造成的营业额损失 都将由违约方来承担 李先生清算了店内装修成本 核算后报给房东 自己有十万元的损失 对此房东不能认可 只愿意支付三万元 双方协商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维权记者和律师 最后找到南京 袁新茂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这个事情从何之为 禁止了 不是我 所以说这个事情我不禁止了 我们根据合同本身来说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公司行为 那么现在出现的客户出现的问题 他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你们公司 他也是对的 其他的程序走的是对的 这个是不同 不可否认的 对吧 关键就是说 这些事情 我要是处理的话 那我不是 你叫我什么 你告诉我 你叫我什么 我们要找这个 跟 你这个 李总 签这份合同 当时 工作人员说 尽管合同里都是以公司名义 和李先生签订的协议 但具体操办的是公司的陈总 除了陈总之外 任何人都不愿参与此事 第二天 记者再次来到公司 找到了陈总 他表示 李先生店面的产权 归明发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所有 自己的公司 只是替明发转租 管理该店面 现在要收房 是明发公司做出的决定 现在 这个明发 大方面 毁约 对吧 嗯 大方面毁约 我 拿他们材料 去找明发索 是他法院判的这个材料 嗯 我才能处 嗯 不过我 这有打官司 协调过来的事情 这里面已经 现在已经放弃协调了 就放弃协调 怎么办 协调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人家为什么跟你这样合同 就是希望跟你们这样协商解决 协商解决 大家把损失降到最低 是不是 该赔多少赔多少 人民花有钱 人愿意赔 面对这样的答复 李先生决定通过法律途径挽回损失 维权律师建议 李先生可以从四个方面收集证据获取赔偿 比如说呢 这个因装修的损失的相关证据材料 以及这个就是呃 对他们造成的营业额损失的相关证据材料 以及现在目前停业期间的呃损失 还有就是说这个呃 因为这个解除 与他们这个店里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的给员工补偿的相关损失 目前证据收集工作正在进行 法治集结号维权律师将指导协助李先生向法院提起民事损失